那我们的成分呢 就是我把它分得比较细 有这个SOD 还有维生素D3 还有维生素K2 然后益生菌有三大类 共11种 那有300亿的活菌 还有第五个是益生源 那第六个是Aquamine的 深海红枣矿物 矿物精华 这个是海藻钙 海藻钙的意思 然后再还有这个 第七个是深海油基的 藻蓝蛋白 第八个它有添加一些角味剂 都是有机的 那我今天会以这个八个 来一一的说明 一一的来说明 那刚刚有讲到 我们刚刚忘了讲说 我们肠道明明是消化器官 为什么要说是免疫器官 那个我们就是说要知道 小肠内里面有无数的绒毛 刚刚有那个影片有看到吗 那每一根绒毛上面 都有无数的微绒毛 那它的总表面积就是说 小肠的总表面积 可能大家都想不到 它有300的平方公尺 这么宽 它的面积 那我们的皮肤呢 才只有两个平方公尺 这么多 如果我把我们皮肤的面积加起来 那我们肺部的 你看我们肺很大嘛 有两个肺部 左肺和右肺 它的肺部的黏膜的系统呢 也只不过是80平方公尺的表面积 所以就可以知道我们小肠内部 它的这个覆盖率有多大 那肠道它覆盖者是有 几乎都是由那个单层上皮细胞构成的 那黏膜下面 我们肠的黏膜下面啊 就是有很多的密密码码的 微血管及乳泥系统的血系统 那我们食物从口腔进来到小肠的时候 就在精密的调控下 就会消化分解成氨基酸 然后再透过我们的黏膜吸收 然后再进油微血管 在底下的这个乳米管 再迅速通过循环系统 到达我们要那个 要送去养分的目标器官 这刚刚那一张 我忘记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 小兰益生菌的这个 这个所含的这个意义来讲 第一个我们来讲一下 下一张我们来讲一下这个SOD 什么是SOD 它的中文名称就是超氧化物奇化酶 那它的英文这个全文就 Super Ocidus Mertus 就是取它的前面这个SOD 那它是一种 富含金属元素的活性蛋白酶 而且它有很高的效果 而且它的专一性很高 它也是一种法相的一种消除 这个自由基的一个物质 那可以有效的清除自由基 那我们一直在讲自由基 自由基 那自由基到底是什么 我们下一堂课会比较 有我们上青春丽鳞片的时候 我们会来探讨 这个自由基是什么 那大家现在就只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有 有这个正电荷跟负电荷 通常都是像肤器一样 两两成双 那有正电有负电 那自由基呢 它就是不受控制 有一个逃脱了 那它逃脱以后 它就极度活跃 它会去攻击我们的器官 所以它就没有正负电结合 就产生这种自由基 那自由基会就是说 它经常会攻击 攻击哪个器官 那个器官它就会 基因就会突变 那突变以后 它就会可能 如果一直没有把它控制下来 它就会癌变 就是长肿瘤啦 然后得癌症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SOD呢 它在1930年的时候 科学家就开始研究了 那以前呢 1968年是从牛的那个血液 牛肝啊 血红素 红血球里面去萃取出来的 听说成本很高 一cc就要1000到2000块的美金 而且呢 它因为是从动物体内来萃取的 所以有些人吃了这种的话 会有这种过敏的反应的危险 因为过敏的如果最重的话 它会呼吸困难嘛 过敏的反应从浅到深最重 就呼吸困难或者是气管水肿 所以它是有危险性啊 所以也没有 也没有 也没有量产 也没有 所以我们有个博士说 他研究 研究这SOD一辈子 他都没有吃到 结果在 现在呢 才在凯莉吃到 那现在呢 我们都是从植物中萃取 深色的这个蔬菜水果里面 去提取SOD 所以它的安全性就很高 那SOD它有 因为它是富含金属的元素 也是一种活性蛋白酶 它有 它富含哪一种金属啊 它有三种金属富含在里面 有铜啊 有鑫 然后有蒙 还有 就存在 像那个铜跟鑫呢 它是存在立腺体 和细胞的僵液里面 那蒙呢 它是存在立腺体的膜 内膜 立腺体也有膜 它的细胞质 细胞的基质 那铜跟鑫呢 它是存在细胞膜 这样子 所以这个 是我们生物体内 本来就有的 可是呢 我们生物体内虽然有 可是我们从35岁呢 就开始 开始会慢慢的老化 那SOD的这个量 也会越来越少 所以呢 我们 要 适当的 从那个食物里面去 吃到这些是很困难的 所以呢 我们都是要补充膳食纤维 才能够延缓老化 否则的话老化的速度 从35岁就开始 越来越快 好 那再来第三点就是说 SOD它可以加速 这个毒物的代谢 而且 它代谢毒物以后 它自己也是安全 没有毒性的 那 再来第四点 你也不要怕说 我吃了很久以后 它有没有依赖性 我不吃的时候 会不会 整个人就垮了 懒洋洋 其实是不会的 它甚至可以清除 那个长期滥用药物 像有些人 因为某些病 他必须要长期的 吃这个抗生素 或者是 他根本就是一个 滥用使用药物的 那个用毒药的人 吸毒的人 他也可以用SOD来戒毒 这个其实在国外 已经开始用这个来做戒毒的 那他被美国人称作 是长生不老的仙丹 那被医学界称为 是养自由机的 唯一清除剂 那被社会科学界 称为人体垃圾的清道服 那被自然界称为 是神奇魔力的酵素 那在欧洲呢 很多人呢 认为它是一个 人体的软黄金 只要吃了它 就可以化妆 就是不用再化妆了 就等于是口服的化妆品 就是说它是一种化妆品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好 你看它的这个 可用的价值 生物利用率非常的高 所以大家现在都是 光明的在看 哪一种保健品 有SOD 好 接下来我们的SOD呢 我们台地的SOD 这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益生剧里面的SOD呢 其实是我们公司的旗舰产品 当然除了它还有其他的 那这个是 美国在2018年 在2020年 这两年当中 它有一个海洋 就是国家的海洋局 和这个大气局 就是它的气象局 它们展开了一个 大西洋的海底探勘的一个专案 经过两年的侦测 那大家知道吗 这个这个刚好 这个他们美国政府刚好找到的是我们的母公司ForeE 这个工作是ForeE跟美国的这个海洋局和大气局一起合作的 做了两年以后 竟然在那个大西洋的海平面下的 2100米的深海底的 那个海底热泉 等于是火山口的地方 发现了一种很神奇的这种棗类 湿热棗 湿热棗就是它喜欢在火山口的地方 那这个湿热棗 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这两年才发现 以前就有发现 只是没有拿回来研究 那这种湿热棗呢 它竟然能够在464度的 这个环境当中 摄氏的这种环境中生存 而且拿回来研究以后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Google这个专案 它上面就是说 它这个湿热棗呢 它在深海这个2100米 等于是没有阳光 那把它拿上来以后 你没有给它水 没有给它食物 没有给它阳光 它竟然能够休眠40年不会死掉 那你说这个东西休眠40年不会死掉 它还是活性的 它这个湿热棗的那个棗类还是活性 如果给人类吃下去的话 那我们不是真的就是 能够回春嘛 所以对它的基因 现在进行解码 而且在它的那个海藻的体内 发生了一种 发现了一种这种的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的SOD 所以我们货益公司跟这个合作 产生了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真的是很有福气 像日本人 他们也有做一个研究 就是这个湿热棗 美国拿回去说 40年它可以 没有任何食物可以活40年 那日本人他做的研究是说 假如海啸地震被冲到某个山上去好了 你都没有食物 那你只要吃100克的 100公克的这个 这个湿热棗 然后你就可以 40天一个多月都不会死掉 你只要喝水跟湿热棗 这样就可以维持40天 所以这个东西的生物利用价值 将会是往后 我们保健食品业 医学界 或者是任何 像现在有那个 那个长期照顾的病人 很需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好 再来 SOD的健康功能有哪些 我们分两张来说明 代谢毒物就是我们讲的排毒 那因为我们台湾 不喜欢我们讲这个医疗的这个太多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代谢毒物 其实它就是排毒 它可以排重金属 而且呢 那个排的是拱 纤绳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 很难排出去的 它是会附着在细胞里面 抓得很紧的这种 它可以代谢这个 酒精性的中毒也可以 那个皮肤的美容 这个美容的效果 有很多的那个化妆品 只要加上SOD都很贵 因为SOD它可以中和紫外线里面的 UVV的这个辐射 UVA也可以 所有的UV的辐射 它全部都可以 UVA UVV 这三个它都可以 再来它可以帮助眼睛的那个疾病 像清光眼白内障 它可以让眼球底部的 那个眼球的那个血管的 这个活落起来 就是血管的那个血流量增加 它可以缓解这个症状 白内障跟清光眼 第四个 它在循环系统的疾病方面 它可以帮助高血压 高胆固醇 心肌梗塞 中风 那对于退行性的神经系统的疾病 像帕金森氏症 老年痴呆或阿滋海默症等等 也有很好的健康功效 那再来就是代谢系统疾病 就是等于是我们国人 常常也是国病之一的糖尿病 它有非常好的抗糖化的作用 可以调控我们胰脏里面的胰岛素 来帮助我们糖尿病的缓解 第七个的话 就是肝脏疾病 像肝炎 肝硬化 SOD 吃这个SOD 也可以让你的肝脏 不要那么快进入纤维化 肝一旦进入纤维化的时候 那个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纤维化你就把它想象 像菜瓜布一样 那你变成这样 要再回来就会比较麻烦 所以有遇到这个的话 刚好你也有肝的问题 或者是说你肝功能指数 比较异常的 建议这个SOD 这个有SOD的产品 像我们的早然益生剧 就可以要赶快来吃 来使用 再来第八个 在肠胃系统方面 我们的纹线有研究的 譬如说像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 胃溃疡或肠的溃疡 或肠炎 大肠炎小肠炎 或是大肠癌 这些都有很好的 这个缓解的 的这个纹线报告 那呼吸系统方面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遇到的 新冠肺炎不就是呼吸系统 它可以减低肺动脉压力 增强呼吸的功能 那个肺动脉如果压力过大的话 它的肺泡会 就是你吸气的时候 它不会完全的扩张 那这样子的话 你久了以后 你就会呼吸性的酸中毒 那你久了以后 你护不起来 你肺泡的那个越来 肺泡细胞 就是一直萎缩一直萎缩 那就会形成一种等于是肺部 被细菌浸润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SOD呢 它可以帮助减低这些压力 增强我们的呼吸功能 比如说你看肺纤维化 肺出血 那其实我们新冠肺炎 它到后来也是会纤维化的 它就是让你硬硬的 肺部已经硬了 没有办法用了 所以吃这个SOD 现在目前都是 我们其实已经有医生治疗好了 把它用肌尾酒的疗法 所谓肌尾酒疗法 就是说有很多种药 那SOD是其中一个 它也参与其中 所以已经把它治好除原 这个都有文献报道 那在抗衰老 那我们讲到抗衰老 我们人之所以会衰老 老化的迹象是一点一滴的出来的 就像那个先色素沉淀 然后体力衰退 那都是因为产生氧化的作用 那所谓氧化呢 就像你把它想象成 就是那个铁生锈 铁钉生锈 所以抗氧化剂 这个SOD的补充呢 就有助于降低氧化的速度 减缓我们衰老的脚步 虽然好像讲得很简单 可是这个抗衰老 是所有是你我 大家都想要的 因为生物老的话 器官也不会老 器官不会老的话 就不会有其他疾病产生 再来改善睡眠 它可以调控我们的生物时钟 再来就是说 我们可以帮助呢 化疗副作用 可以当作是化疗副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接受化疗者的病人 就几乎都是癌症的病人嘛 才会接受化疗 那体内的抗氧化的能力 就会本来就大大的 比平常人还要低 那万一如果低到某个程度 它那个自由基 就会损害细胞 粘膜 或者它的五脏六腑 那脑和神经系统 也都会被侵害 所以癌症患者呢 如果能够及时地跟这个SOD 来维持好的体力的话 它在那个化疗放疗之后 它就不会那么样的衰落 那么样的那个 就是等于 其实很多癌症的病人 他做化疗的时候 他都到后来 他都放弃了 他都不想 因为他不想活了嘛 因为很痛苦 后遗症比这个癌症还要痛苦嘛 所以日本 他有一个后生神 他那个美国癌症的一个研究中心 那个美国研究中心也蛮有名的 叫NCI 他就曾经建议说 我们一定要先用 他建议这个医学界说 我们要治疗这个癌症病人的话 我们就先用抗氧化剂来 让他舒服一点 不要产生那么多自由基 因为有的时候也会产生自由基嘛 所以我们就先给他一些 不要破坏细胞 引起很多病变 也可以减低 像我们放疗以后 会有这个呕吐 或是食欲不振 或者是掉头发 这种症状 电视戏剧长眼嘛 他得癌症去做化学疗法 然后头发都掉光了 如果有早先在做放疗之前 吃这个SOD的话 他就可以避免这个状况 可以减低60%的机会 让他产生这些不舒服 然后第13点 我们可以避免手术的二次伤害 这是什么意思呢 手术呢 他本来就会产生一个 自由基的状况 很多人都想说 我得了什么癌 然后医生说要开刀 没关系 我开完就好了 其实大家不晓得 只要侵入身体的一种 侵入体的这个 破坏你的这个皮肤 我们开刀 你看皮肤层 脂肪层 肌肉层 黏膜层 大家都不晓得 开一个器官要缝四五层 它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所以建议手术前后呢 如果能够口服这个 SOD的氧化剂来迅速恢复体力 也可以加速术后的三口复原 那第14个 这个SOD呢 它很大的一个健康功能 就是等于加会我们妇女 它可以缓解妇女 氧化压力的危机 其实妇女氧化压力的危机 常常在我们 这个医学界被探讨 那什么叫妇女氧化的压力危机 它主要有三个 三个危机 第一个就是它的皮肤出现了斑点 它皱纹就是变老了嘛 因为养自由基 它没有办法有效的被清除 它就会破坏我们的那个脸的皮肤的胶原蛋白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的这个 以前有婴儿肥现在都凹下去 因为你胶原蛋白被破坏了嘛 那弹力纤维也被破坏了 那所以呢 要使皮肤保持 没有弹力纤维也没有胶原蛋白 你要保持这种湿润泵泵的感觉 它就功能 这个功能就丧失了 所以它的那个皱纹 它就皱纹恒生 它就要加速 接下来就是黑色素就会沉淀 那就是这个妇女的第一个 氧化的压力危机的第一个 就是皮肤出现斑点 第二个 那因为妇孺中年了嘛 然后这个35岁以后又慢慢的退化了 所以血液循环不良 或许呢 也会惊奇不顺 压力的关系 那接下来就产生黑眼圈 肤色暗沉就没有光泽 这也是妇女的第二个氧化危机 第三个就是到了真正更年期的时候有障碍 因为更年期障碍主要就是我们的动情激素缺乏了 体内的抗氧化的能力也降低了 所以常常有症状出现 就是正发性的或是偶发性的突然间哇全身好热 一直流汗 流到一个不行 然后晚上睡觉之后也流汗 然后失眠突然间怎么睡三个小时就起来了 怎么样也睡不着 可是就是还是很累 那尤其是夜间到汗 头痛情绪不稳 心神不宁 这些都是更年期的障碍 那我要提到更年期障碍这一点的时候 要请各位有来上线的妇女的这个会员知道 如果你已经超过50岁 你经常头痛 那你不要以为说 我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还是我昨天没盖被子又开冷气 然后我被凉到了 我感冒了 所以我头痛 我可能吃一点普拿藤就好 不是哦 这是更年期的障碍 我们在门诊临床的时候 经常看到的就有一些妇女 她来的时候她都跟我们讲说 跟我们医生讲说 医生啊你开那个普拿藤给我吃 因为我到了下午 我以前年轻都不会 我现在都会偏头痛 可能是我血压高 还是怎么样 其实可能她真的血压高 但是血压高 她一直在吃血压药 她并不会因为突然之间 除非她突然爆高 不然她是不会头痛的 所以更年期障碍里面的头痛症状 经常被忽略 所以如果有这些障碍的话 就要赶快吃我们的早藍益生菌 这个是这个健康功能的这一张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SOD对人体的重要性有哪些 那我就是希望今天的课堂 我们能够深入浅出了 让各位了解 那不要觉得这个问题 写的这个东西好像很多 你只要了解就好了 那我只是把说 把这些比较细的东西 写在这个纸上面 然后让大家以后要找资料 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资料 但我们不是来念医学院 我们就是知道它 知道就好 不一定要会讲这些东西 那SOD的作用激转 就是说能够在体内把ROS ROS就是活性养 有的人想说 有一个伙伴他很可爱 他问我说 问题那个活性养 这三个字听起来都是很好的 又活性又有氧气 那为什么会有毒呢 因为活性养就讲了 这个自由肌 它就是它没有两两成双 它活性就极度活跃 你看一个班上或是一个团队 它极度活跃 冲撞这个冲撞那个是不是会引起伤害 所以活性养就是这样子 以它深入浅出的解释 它就是说 它会产生一个毒性很强的 超氧的因离子的自由肌 那SOD呢 会让这个自由肌催化 变成如果有吃这个的话 它会变成过氧化氫和氧 那过氧化氫呢 在被身体的这个酶呢 转化成水 排出体外 那不是很好吗 所以它这个呢 它就是针对毒性最强的 这个超氧因离子来做这个催化 那这一部分的SOD呢 含量呢 是我们衰老和死亡最直接的指标 所以在很多国家 像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 他们已经把SOD做药品研究 而且现在已经在做临床试验 也就是说 我们很幸运的能够吃到SOD 这种保健品 其实很多人就是拿它来治病了 尤其是对新冠疾病啊 高血压冠心病 心血管系统 有没有心肌啊 或是心脚痛啊 梗塞啊 或者是血细胞减少 就是贫血的意思 胃部的疾患 或是神经疾患啊 失眠啊 性早衰 或者是说 这个勃起障碍这些 或者是掉头发 老人斑 老年痴呆 或是白内障 过度疲劳癌症 这些都有很好的防治作用 而且也都有研究报告 这个都有期刊报道的 好 接下来我们讲到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成分里面的那个维生素D3 D3就是我们的胆钙化成 那D3呢 D3呢 它为什么会有D3这个 为什么没有D1 D2是什么 维生素D是晒太阳产生的 那晒太阳产生维生素D 那到身体里面 它会转换成D2 跟D3这三个 那有人会问说 那为什么我们不加D2 要加D3 哪一个比较好 因为D3呢 它是来自 是在我们动物体内才有的 那D2呢 会来自植物的 就是说它在植物的那边 比较有 那当然我们动物也有 那所以呢 维生素D 它是一种子容性的维生素 它可以晒太阳以后 产生这个D2 D3可以促进我们钙的吸收 那调节骨骼的生长 而且能够在免疫系统中 发挥很大的功能 大家最近有看到 医生有讲说 如果你身体的D 这个不足的话 可能会被感染 新冠肺炎的几率增加 那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健康功能 它第一个 它能够促进 这个骨骼牙齿的健康生长 然后第二个呢 它能够强化自体免疫 来保护大脑的神经系统 所以你看这个D 有人说它这个 这个什么 睡眠不好 那为什么 他上次有一个伙伴 我跟他讲 你睡眠不好 那你是早然益生菌 他说 那个益生菌不是雇肠子的吗 我是脑袋不行 我记忆力不行 又睡眠不好 然后你为什么 叫我吃早然益生菌 那你就知道 因为我们有含有D 它可以强化 我们的自体免疫 然后保护到大脑神经 那你到大脑神经 都营养到了 你怎么可能会 生物食中乱掉呢 对不对 第三个它可以 在小肠促使 钙质吸收 维持血钙中的钙磷平衡 那这一点就是要 跟各位讲 我们的钙质 在身体里面 有两种方式存在 一个是血钙 一个是骨钙 骨头里面也有钙 那如果说 D3它的量购的话 它会让我们血中 和钙和骨头的钙 还有磷 我们这个磷的 这个 钙磷能够保持平衡 那如果血钙不足的时候 D3会促使骨钙 释放出来 那如果骨钙不足的时候 它也会到骨购 从那个血液里面 到骨头里面去储存 所以它这个 D3的这个功能 它等于是两边的桥梁 第四个 它可以调节胰岛素的浓度 并控制糖尿病 所以你看它也对这个胰脏 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功能 第五个 它可以协助维持肺功能 强化肺炮的功能 让这个肺炮的带氧量增加 那我们每一个地方都要有带氧 那带氧呢 身体的带氧是红血球 是哪一个来带的 就是红血球 那红血球 每一个正常的红血球 它可以带四个氧分子 来营养你的目标器官 那这个维生素D 所以医生才会讲 如果你维生素D不够的话 可能感染新冠的机会变大 因为你的肺炮功能就不好 因为你带氧量也不够嘛 所以这个D实力如果它很够的话 如果它有在血液中维持平衡的话 你的肺脏的功能都会很好 那第六个的话 它影响癌症 一些相关的基因表现 像骨癌里面的那个D就很少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磷啊 甲都不足 那再来这个钙大家都知道嘛 那个如果你抽筋的话 你都会想要喝牛奶 对不对 其实抽筋晒太阳比较快 有一些牛奶 你不知道它成分 它也不见得会被你吸收 那现在呢 你有早然益生菌 抽筋的话 吃早然益生菌它更快 那第八个 它可以保护心脏血管的系统 强化这个细胞的含氧量 它都一直在讲含氧量 就是说它这个红血球带氧 带氧的功能 会这个增加 那这个呢 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说 我们要提到 为什么很多 现在医学界有在讲 就是说维生素D啊 最好跟K一起吃 那因为现在呢 钙离子 如果说钙进来呢 要让它锁住留住的话 通常都要由K 这个维生素K来转化 那它才会 留在血中的成分比较多 那平常如果说 你想说除了吃早然益生菌 光不能一直吃嘛 那平常的食物 什么东西比较多 这个低属义的来源 像鱼肉啦 鱼肝油啦 或者是蛋黄啊 奶油 或者是说 动物的内脏类像肝啦 这个的话 它就很多的这个低属义 那单从饮食上面来摄取维生素 像这个低属义是很困难的 因为天然的维生素D的食物 它含量并不高 而且有时候 譬如说 我们海洋被污染了 你吃到了也不完全会 全部它都被你的身体吸收 所以经常维生素缺乏 是常常有的事情 像我们台北这个新光医院 和万芳医院 他们还有双核医院 他们就有调查 他们也公布在他们的网站上面 学龄前的 学龄的那个儿童和青少年 有青少年 这样有51%的人 维生素D缺乏 51%也等于快一半 那我们国人呢 有90.3% 维生素D不足 所以你看很多人 为什么到老的时候 骨质疏松 他常常骨质 为什么骨科的生意这么好 这个都是有原因的 那许多人把这个维生素D拿去添加在这个商品贩卖 特别是牛奶 或者是那个奶油 或者是早餐的骨片 他们只要加了维生素D 那强调这有维生素D 那或者是保健食品有维生素D 都很受欢迎 而且像维生素D它有D剂的 还有软胶囊的 都卖很贵 一个维生素D或D3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D3 一品卖多少 2500起跳 如果你要买到有认证的 你还不知道他那个是不是贴标的还是认证的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早餐益生菌 109块还那么多东西 真的是太佛心来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 那如果要补充 这个有提到 如果如何补充钙 晒太阳10到15分钟每一天 或食物中我刚讲的 有一些什么干 蛋黄 奶油 再来就是膳食补充剂 这样子 好 下一张 那我们如果缺乏维生素D 会有哪些症状 你看这有 这个六大症状 很容易生病 跟不动就跟着流行 人家流感你也流感 人家发烧也发烧 或是情绪很焦虑 就是这个很易怒 或者是说 有时候很低下的情绪 也是因为低不足 或肌肉无力 还有骨质疏松 或者是皮肤干燥 或者是心血管 有疾病等等 那长期的成年人 如果缺乏维生素D的话 他可能会造成的疾病 像软骨症 肌肉无力 或是容易跌倒 那像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 忧郁症 肾症 癌症 都和这些病有关系 尤其是那个心脏病 如果你钙质不足的话 有时候会心率不整 有时候会心活过速 那有时候就是心脏突然间 怎么好像突然洗菜洗一洗 妈妈洗菜洗一洗 突然怎么觉得头好晕 其实不是你的血压高 或什么样 你平常想说 我都没有病 怎么突然这样子 好恐怖 是不是心肌梗塞 不是 有时候是维生素D缺乏 也会这样子 那儿童呢 维生素D缺乏的话 他可能就是癌小症 会造成 就是我们讲的垄瘤症 软骨症 或是过敏 过敏这个呢 很多人误以为 就是早上起来 流鼻水 揉眼睛 这不是 那过敏因子 他在哪个器官 他就会表现那个的 譬如说过敏 发生在肺脏的话 气管的话 那就支气管炎气喘 那所以他 你看那个过敏因子 在哪个器官 他所表现出来 那个鼻子痒 是他刚好在呼吸道 那皮肤痒 有没有 也是一种过敏 有没有 所以他那个 还有会造成心血管的疾病 上呼吸道感染 或者是腹泻 或者是便秘 或是生长持滞 智能学习反应都很差 体力都跟那个 同年龄的小孩子 比都比不上 所以如果妈妈 看到小朋友 有这样正在学习的 像我家小朋友 10岁 有时候一条 有时候两条 有时候如果他 他有比较软的大便的话 就一条就好了 一定要给他吃 这个早然益生菌 让他学习 能够跟得上反应 也会比较好 再来 再来 这个已经讲过了 再来 那再来我们再 讲到第三个 维生素K2的健康功能 那个 我们可以 这个维生素K 刚刚讲过 一定要跟D在一起 它比较容易 容易吸收 不管是K或D 它都比较容易吸收 那它可以活化骨骼的蛋白 抑制骨质流失 促进骨骼新生 这个很重要 它可以让你的骨头新生 所以有些人骨折 你给他吃早然益生菌 它会长得很漂亮 跟没有吃的人 就会不一样 那这个呢 我想我们花脸的 那个Tony老师 可能有很有感 因为我之前看他分享过 他的那个骨折的 他来讲这个的话 就很有说服力 因为不是我这样子讲讲 真正你 如果有遇到这个骨折 让他吃的话 那他真的是 重建的速度很快 那这里又提到 钙离子需要K来 转化并锁住钙质 所以为什么我们公司会把D跟K放在一起 大家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 我们王老师说 他要打玻尿酸 我跟他讲 他说他要吃什么 我说你吃这个 你吃这个就好 他说为什么 他吃完以后可以蹲下去站起来 因为他可以帮助你促进骨骼新生 可以活化你骨头里面的蛋白 而且呢 他可以帮你把那个不足的地方重建起来 连骨折都可以重建了 所以你吃K一个礼拜 你吃这个早蓝益生菌呢 一个礼拜就可以蹲下去站起来 这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再来我们的K呢 可以维持新血管的健康 能够预防过多的钙化物沉淀在动脉壁 而且可以预防血管硬化和血管疾病 帮助降低血压 有高血压的人 吃这个早蓝益生菌 会控制血压控制的很好 再来我们可以调控凝血时间 凝血时间的话 一般的凝血时间 像我们有一些肝病的病人 他去检查医生 有时候会跟他做凝血时间 因为肝病的病人 他的凝血那个因子不好 所以他会超过 我们一般正常的一到三分钟之内 凝血时间就要凝固 那他会五分钟才会凝固 那这样子的话 大概肝硬化的中期 那六分钟 那有的都不会凝固 你抽个血或是扎个耳朵 他那个压五分钟 拿掉那个棉花 他还是在滴血 所以我们K2呢 他有凝血因子的这个称号 他就是帮助血液凝固 所以有人问说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做那个心脏手术的 他医生都有开一种抗凝血剂 叫Wafarin 有没有 这个香豆素 给他吃的这种 这种病人 他有那个做支架 他可不可以吃这个早然益生菌 可以 可是要隔开两个小时 免得跟他的凝血 凝血的这个药 产生结抗作用 所以如果有心脏病 或者是心脚痛过后 他去给医生看 他并没有开刀 那心脚痛就是 他有可能 医生怀疑他有血块 他就会开抗尼血剂给他吃 那你就要叫他吃这个的时候 你就是要隔开两个小时 不能一起吃 那也不要说 这样很恐怖 那我干脆不吃 这样会因小失的 因为75%的免疫细胞的接收器 都在常卫道 那早然益生菌是一个很高 高性价比的一个保健品 没有吃太可惜 只要把它隔开好 就可以了 再来他这个K2K帮助记忆 营养我们的海马回 我们大脑有一个地方叫海马回 他就是K2K营养它 再来就是 这个也是靠脑长轴的回馈 就是说你的肠胃好 然后他就回馈到大脑去 那你的海马回 就记忆力会比较好 不会老化那么快 再来我们可以预防很多种的癌症 像乳癌大肠癌胃癌和肺癌 这些都有研究报告显示 K2对这些病都有很好的调控的效果 接下来 我们讲到第四个 我们的早蓝益生菌里面有的 三大类的那个菌 大家都 都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里面 到底是哪三大类 都搞不清楚 一个是第一类是双齐杆菌类 那双齐杆菌类 那11种菌里面有4种 是我们双齐杆菌类 那长期 这个长双齐杆菌 它的你看它还有这个号码 VL21 两期双齐杆菌 BVI32 乳双齐杆菌 VLA80 青春双齐杆菌 VAC30 一般来讲 有这个菌 像膳食纤维工 这个保健品公司 它这个膳食纤维如果它的杆菌有出现这些号码 它就是一定会有那个效果 一定会达到目标器官去产生它要的效果 如果只是写着 那你可能要想想看去看看它有没有认证 一般被认证过像我们凯利和4E这样的公司 得到那么多的认证的这个公司 它写出这些编号是只是基本款而已 像如果你看到的这个它后面它的那个那个说明书的那个仿单上面 它有写到这些编号 BL什么2E BA什么C330 这个 你有看到这个的话 那这个这个就可以仔细的研究 好好的去看它这个 那这个我们后面来解说它的这个 我们那是总我们来讲 这个长双齐杆菌BL21的功效 它可以维持肠道的正常菌虫防止便秘 而且它可以抗肿瘤 而且可以合成维他命B群和氨基酸提高那个钙质的吸收 而且可以降三高进而预防高血压 再来它可以改善乳糖不耐症 乳糖不耐症就是有些人喝牛奶会拉肚子 有没有 那它如果有吃我们的早来益生菌的话 大概过一个礼拜左右 它的这个菌虫定值的率多了 好那它一个礼拜以后 它再喝这个就不会了 那有些人甚至要试试看的话 各位也可以回去试试看 就是你要喝牛奶的钱 一个小时你先喝一包 那一个小时以后 你以前可能喝100cc 你喝50cc 你就会知道它有没有效了 这是最快的试验的方法 第二个 两期双期杆菌BBI32 它可以治疗慢性的腹泻 这个那杆菌它就是像 也那个晒衣服的叉子这样 就是双期杆菌它长这样子 在那个显微镜下看起来 它是很漂亮 而且会一直动 这些都是活性的 第三个的杆菌类是乳双期杆菌 那这个VLA80 它就是可以促进消化道的健康 对我们女性的 男性的生殖系统都很有帮助 尤其是它可以 避免一些阴道或万应部的感染 那缓解乳糖不耐症 这也是吃这个 也可以让那个乳糖不耐症的会员 感觉舒服一点 不用再 摻了奶类的就会 都会想拉这样子 吃这个的话 就可以很好地做到这个的调控 那再来就是 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那再来最后一个杆菌类 就是我们的青春 青春双期杆菌 它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来 这个最后来介绍它 好 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妈妈遇到了这个青春双期杆菌 它从此可能就是高枕无忧了 因为这个青春双期杆菌呢 它有很好的对小朋友 或是大人都有很好的 这个保健的这个效果 第一个它能够治疗慢性腹泻 还有用抗生素所引起的腹泻 有一些抗生素吃的会拉 譬如说那个红霉素 有人吃红霉素 那医生你感冒了或是喉咙痛 医生给你看这个 然后你吃的会拉 然后你不知道 不知道是抗生素引起的 然后医生也不知道你是这种体质 然后你下次就跟医生讲说 我本来只是喉咙痛 怎么这次吃完药变拉肚子的 那个你不会说吃完药 你会说我这次的症状加深的变拉肚子 那医生就又给你开别的 所以就永远都不会好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还是要来让自己 就是我们有课程的时候来听听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吃抗生素会拉 像很多人吃红霉素会拉都不知道 但是医生现在也很少开红霉素了 因为红霉素已经是 比较旧食的这个抗生素了 好 那我们吃双期杆菌的好处 有很多像第三个它可以合成乳糖酶 从根本上解肠 它就是说我们这个乳糖不耐症 就是它的那个肠子里面 没有办法合成乳糖酶 那这个呢 这个青春双期杆菌的VAC30呢 它可以去合成这种乳糖酶 那我们呢 人体的益生菌是一支很强大的队伍 在那个健康的情况下 人体大概有10到30兆的益生菌和酵母 在我们身体里面 那如果说是身体以抗力下降 出现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就要赶快 你不知道哪里不舒服 可是你就觉得怪怪的食欲不振 那你可以赶快吃早然益生菌 里面有VLA80和这个VAC30 这个都可以达到 让它达到平衡 那达到平衡以后 你就不会觉得说 好像是有人就是 那个台湾话讲丢酸 你都不知道你怎样 你就是哪里不舒服 你就要赶快吃这个 你吃一个这个以后 你的菌平衡以后 你就不会觉得说 你好像哪里不舒服了 再来的话 它可以制造乙酸 它有这个乳酸 抑制病原菌的那个繁殖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身体的肠胃道呢 喜欢在酸性的环境当中 才不会有细菌来滋生 那它产生了乙酸跟乳酸呢 它可以有效的抑制这个细菌 跟病原菌来这边定居和繁殖 再来第五个 它可以快速的增加免疫力 第六个 它可以改善过敏的体质 有很多人早上起来 小朋友过敏 打喷嚏 揉眼睛 哪里养全身都在养的那个 你就给他吃这个 就改善很多 像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是这样 他就是一个过敏体质的 然后他每天到处都在养 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养 然后揉的那个眼睛都会出现 一层那个膜都肿起来 就是眼角膜都肿起来 好像一个水珠在那边这样 一点也不夸张 然后医生每次都说 这个这样再揉下去会破掉 就要让他点抗生素 那个小朋友眼睛如果点 那个眼药都是还有一点类固醇 那类固醇的抗生素 你只要点三天 小朋友的眼压就增加了 这样也是很危险 所以要改善好他的这个体质呢 就是要赶快如果小朋友 家里有小朋友有这样 或是大人有这样 赶快就是吃三个月 一定会看到效果 第七个可以提供人体 必须的营养素帮助 你看这个 这一支的这个VAC30 他也可以产生V1 V2 维生素V2 V6 V12 对人体都有很重要的营养价值 像那个有的人 V缺乏他头脚炎 脚气病 对不对 这些神经发炎 V12 像有些人 那个带状泡疹 有没有 医生会给你打高效的 维生素V12 营养你的神经系统 那你如果有吃这个的话 你可能就是 感染的机会会降低 再来促进肠胃道的消化 防止那个食物 基石和厌食 这个意思就是说 像我们吃脂肪类的食物 四个小时 胃的粗空时间 大概四个小时 那你如果吃的是 这个 那个糖类 大概是两个小时 那他就可以帮助你消化 不要一直 积在那边 积在那边太久的食物 也会发酵 会产生更多的细菌 再来他可以帮助 解决儿童自闭的问题 这个就是牵涉到 他刚刚讲的 脑长轴的心理反射的问题 所以我们消化器官 已经不是消化跟吸收 他还有 这个心理层面的 还有免疫层面的 还有内分泌层面的 所以为什么 讲了 不来上课 不知道这个益生菌 竟然会牵涉到那么多 只不过是益生菌 大家的益生菌 都是吃不要便秘的 或者是减肥的 或者是有的人 要增肥一点 要体重要 要魁梧一点 他也可以吃益生菌 有些益生菌 会吃的白白胖胖的 某一家的益生菌 就会这样 台湾的 那我就先不说 他是谁 但是他吃了以后 就是会让你 一直胖一直胖 然后就跟你讲说 胖了以后 才会有体力 可是我们的时代 已经变了 不是这个胖 就会产生 就是说 比较有福气 已经改变了 不是这样子 好 再来 要特别提到 就是这个 这个感菌 这个双体感菌 对生殖系统 很有帮助 就是说 因为他 像我们那个 女性的生殖系统 其实我们的感菌 除了存在 肠胃道以外 女性的生殖系统 里面 尤其是阴道 也有一些感菌 一些酸性的感菌 因为他 女性的这个 生殖道比较短 大概只有 7到10公分 这么短 不像男生呢 的外生殖器官 加上尿道 他就比较长 那要感染的话 女生是比男生 更容易感染 所以为什么 这个早然益生殖 加会女性呢 因为 因为有很多的东西 都是在我们的 那个阴道的 那个内膜的细胞里面 定着的 那如果说 你的量很均匀的话 你就不会说 有些人 像年轻的女孩子 她们 月经的前后 阴道的PH值改变 因为经血是减性的嘛 那就会影响 如果菌不够的话 他就会比较容易 觉得好像过敏 好像很不舒服 好像很痒 去给医生看 是不是感染了 不是 是因为你菌 重复不平均 所以吃这个东西呢 可以维持 我们的生殖系统的 那个黏膜的 这个PH值 然后减少感染的机会 而且还可以帮助儿童 解决自闭的问题 你看这个东西 是不是非常好 所以如果说 妈妈遇到这个东西的话 小孩子的免疫 这个过敏现象 就可以快速的解决 只要有耐心 然后有恒心的去吃 就可以了 好 再来 第三大类 这个就是我们的 第二大类 第二大类是我们的乳感菌 乳感菌 它一共有六种 四五酸感菌 LA85 它可以增强口腔 一道年膜免疫功能 跟刚刚那个大同小异 罗伊式乳感菌 LR08 它可以改善过敏体质 预防过敏反复发作 熟里糖乳感菌 LRA05 可以提高这个白血球 T细胞 就是抵抗病毒 预防皮肤及呼吸道感染 也可以预防 这个小朋友的取食 那卷曲乳感菌 LCR86 这个呢 是预防泌尿道 这个对男生很好 这个对男生女生都很好 尤其是对男生的泌尿道 如果你的 像有一些人比较容易 那个有肾结石的 有没有 有那个尿道感染的人 经常尿道感染的人 或是经常熬夜 或做送工作的人 你有吃这个早晚医学 益生菌的话 你的卷曲乳感菌 菌虫 定质的比较多 你就比较不会引起肾脏的问题 好 再来第五个 第五个就是植物乳感菌 这个植物乳感菌 N13 它可以 它很特别 就是它可以 让我们大脑的海马回 就是我们的海马体 海马体就是海马回 它有一种神经营养因子 可以让我们做脑长轴的回馈 从肠子里面去吸收这些营养 然后它回馈 用线体的方式回馈到我们的 这个大脑的海马回 那可以治疗忧郁症 而且呢 如果说有什么药 要治疗它的某些病 它这个植物乳感菌 N13呢 它等于是一艘船 它可以做运输药物 或者是蛋白质 营养的载体 当传载东西去给别人 譬如说你吃了这个东西 要来帮助我们的软巢的 软泡成熟的 你吃了这个植物乳感菌 它就把你载到你的子宫腔里面 或是你的阴道生殖系统 或者是你的 这个疏软管里面去营养它 或者是你色护腺有问题的人 医生要开那个咽尿的给你吃 你吃了这个以后 那你的咽尿可能就会 慢慢的减退 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输送药物或输送营养 到你需要的目标器官 再来第六个 比非得势的龙根菌 这个大家常常听到 它能够 为什么你看光一个龙根菌 外面卖翻了 很多人都连牛奶都加龙根菌 然后那个什么蛋塔也加龙根菌 然后还有人呢 我看过那个蒟若果冻加龙根菌的 只要加上这个 然后就可以卖比较贵的价钱 可以有很大的商业价值 那这个呢 B145呢 它能够制造维生素B群 改善乳糖不耐症 所以你看看有很多个都可以改善乳糖不耐症的 所以如果说你吃那个乳酪啦 乳制品啦 或者是牛奶啦 奶茶啦 经常拉肚子的 我们的早蓝益生菌 真的是不能错过的一个非常好的保健食品 而且上次不是有讲过了我们的价值 它不是保健品可是更保健 不是药可是比药更厉害 对不对 那它可以避免腹泻减低食物过敏 而且还可以预防大肠癌 这是我们第二类的乳感菌 好再来 第三类的片球菌只有一种 就是乳片球菌的CCFM7902这一个 这个片球菌呢 它可以产生酸 酸就是保护肠子 不要让细菌进来的 第二个 它可以维持肠道的菌群的生态平衡 第三个 它可以结抗 就是抵抗外来的病毒侵入的时候呢 它可以当纠察队 要说你们赶快集合起来 好要打仗了 这样子 第四个 它可以激活酸性的蛋白酶 让它产生抗酸的这个因子 来抵抗外来的入侵 第四个 它也参与我们的新陈代谢 就说 它会把所有的煤全部活化好以后 说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参与这些运输的新陈代谢的工作 这是我们的片球菌 这是我们非常 非常有价值的 这个三大类的这个菌 那一直有人在问说 这个菌要干嘛 那个菌要干嘛 所以我就把它三大类分成 它归哪一类 管归哪一类 三大类十一种 那大家 有空的话 就可以自己看看 了解 你就会知道 你遇到的朋友大概是什么 他大概要吃什么 那这个是给大家参考的 肠道菌虫 如果是失去平衡的时候 像肠胃系统 就会腹泻便秘溃疡 或者是吃牛奶就拉 肠肇症 大肠息肉 肠肉症 我曾经遇到一个病人 他肠肉症 肠肉症是从肠门那附近 露到那个 他每次都那个 他刚开始来的时候 常常都是发烧 然后就是那个尿道感染 然后尿道炎 刚开始医生以为是尿道炎 后来他尿尿 有粪便出来 那我们才 因为他也是都没讲 那医生一般来讲 你不讲的话 医生也不会叫你去内诊 一看 哇他这个楼管很严重 肠肉症很严重 那那个 因为他的 那个 生活很不正常 那医生也是开了一大堆 这个益生菌给他吃 而且很贵 所以你看 这样子的话 不是很浪费钱吗 都要保健的话 真的是要找对产品 像很多人 幽门感菌感染的 像那个胃 胃发炎 最近幽门感菌感染 或是喷门感菌感染 有没有 也要来吃这个 口臭的 有没有 有人口臭并不是口腔有问题 他是因为他的幽门感菌 在作怪 产气产生的那一些味道 还有肝脏有问题的 非酒精性肝炎 肝硬化 肝性脑病变 如果肠道不平衡的话 就会出现 像胆囊也会结石发炎 那内分泌系统 像这个肥胖 这个是医生讲的 现在医学界说 肥胖也是慢性发炎 肥胖也是一种 菌群 那个生态失衡的状态 糖尿病或代谢症候群 老化 高胆固醇血症等等 免疫系统 自体免疫的疾病 像气喘 来类风湿性关节炎 或者是心血管的 这个高血压 冠心病和冠状态 如果失衡 你看 你看那个肠胃道 肝脏内分泌 血液 免疫 全部都有问题 那还有哪些 还有皮肤系统 也异味性皮肤炎 密道系统 生殖系统 神经系统 像老年痴呆 肌力减退 思觉 思觉 这个失调 不知道方向感在哪边 骨骼系统也发生问题 所以我们的 这个肠道 如果菌群失去平衡的时候 就会有这么大 每一个系统 几乎都出问题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骨头有问题的人 那个关节痛的人 那他要吃 这个益生菌 因为你如果不吃的话 菌群不平衡的时候 你连骨质 骨质吸松 骨质疏松 风湿性关节炎都发生了 所以我们这个益生菌 真的是 我其实看到他的时候 我是非常讶异的 我说哪有人的益生菌里面 加那么多东西的 其实我们有七种东西 其中一种是脚味剂 你把这个七种东西 每一种都以1500块来算好了 七种是不是 七种的话就要多少 乘以七 1500乘以七 就10500 我们才卖多少 我们那个合台币 大概3000块 真的是太划算了 这个产品 那这个也是给各位参考的 这个大家可以照起来 照相起来 这个是常见的 那个肠道的好菌 和坏菌的中文英文对照 因为我想说 大家可能要去买 买一些乳酸菌 或者是买牛奶的时候 优酪乳優格 他有的会写这个 那有时候看不懂 有没有 那就可以来看一下 有了 有了是LGG 有没有买乳酸菌 然后LP33 就是那个富甘若乳感菌 你看了有这个名字 你可以Google 看它到底是什么作用 可以给大家参考 好 再来 第五个 益生员的健康功能 刚刚讲益生菌 那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最简单的说法 益生员是什么 就是益生菌的便当 他要出去旅行 到我们常到旅行 然后这个益生员 就是他的便当 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便当 这是最简单的说法 那其实呢 他这个益生员 他的功用是什么 他就是说 他可以让我们的益生菌的菌株 在肠道的定值率高一点 就是帮助他找到一个房子 然后住下来 而且帮他就是 一直分裂生产 更多的有益的细菌 而且第二个 他把环境控制好 他把降低那个肠道的PH值 让有益的益生菌能够来住 能够定值在这里 然后让每一个区块 每一个地方 小肠大肠 该去小肠的 该去大肠的 都能够平衡 而且他能够降低血脂 然后把这个血压 也控制得很好 而且可以保护肝脏 预防很多慢性的疾病 和癌症的发生 那也可以预防我们蛀牙 取脂 小朋友蛀牙 那可以促进 我们的矿物质吸收 那再来就是 可以刺激 我刚刚讲的 好菌定佐 然后进而就增强免疫力 那也可以呢 慢性便秘的人 经常便秘的人 有这个益生源的 这个保健食品 也可以缓解便秘 很多人吃了益生菌 但是 几乎很少人 会去买益生源来吃 除非比较了解的人 有的人根本不晓得 益生源是什么 那会加益生源的益生菌 其实市面上 也不多见 那加了以后 他告诉你有益生源 他真的有益生源吗 不见得有 而且他的认证 也不知道从哪来 他说有就有吗 不一定 而且他的活性度怎么样 你也不知道 所以光是加一个益生源的益生菌 就让人家觉得 他真的是太亮眼了 所以因为 因为我常常在看这个保健食品 也常常在 在帮我的家族把关 那 那我每次要把关的时候 他们来问我 我当然是要看认证 因为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做的啊 对不对 就像我们去买臭豆腐 他说他都是合乎工厂的标准 那你怎么知道他的那个工厂 有没有 有没有蟑螂爬过来 爬过去 因为臭豆腐总是要发酵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举例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不知道他工厂怎么样 那你只有看政府给他的那个 看他是不是合格的嘛 那你如果拿到这么多认证 那又有那么好的生产线 又有自己的研发团队 又是这么短的供应链 那这个的话就是确实要把握 不然你去买别家的 你去买别家的 你去那个不管是Costco 或者是那个什么康四美 或者是去城市买 你都不晓得 你都不晓得他的来源 是不是真的像他讲的这样 其实我们其实 可以跟各位讲 这几家的大厂 他们卖很多东西 但是我也看到 有那个新加坡的老板 对不对 在日本出资 然后在那个美国加工 然后包装 所以他等于是老板是一个人 生产线是一个人 加工包装是一个人 那你这样怎么会知道 怎么会知道 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认证是很重要的一点 再来第六个就是Aquamine Aquamine是什么 海藻钙的意思 深海红枣矿物精华 它的健康功效 第一个他还有海藻钙 海藻钙的功效 他就是这个海藻钙里面 他不是只有一个钙 他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那他的PH值大概在8.5到9 这么 碱性的 他这个东西是碱性的 那我们身体呢 如果能够长期碱性的话 就是致癌的机会比较低 所以有一个卖水的公司 他就是 他的DM广告就是 把健康碱回来 他那个碱就是碱性的碱 他在卖水的 那长期使用 他可以改变身体的酸碱值 还有微量元素 这个丝 丝这个东西呢 它可以刺激我们的骨头 生成 帮助骨钙吸收 降低破骨细胞 破骨细胞 它是一种就是说 它如果破骨细胞 常常被活化的话 那你就是骨质疏松的速度会变快 那它可以降低 破骨细胞的作用 那你看这又说了 钙离子需要K来锁钙 所以呢 这个钙离子跟K 两个放在一起 加上海藻钙 那真的是很强的结合 你如果定期吃的话 到老的时候 你要骨质疏松都很难 你也不用去给医生 做那个什么核磁共振 做完以后才可以开 一种健保给付的 那个钙片 而且又很贵 如果你自费的话 一颗 一个礼拜吃一颗 一颗可能要500块左右 你又不用吃到那个 一个月就要2000块了 而且麻烦还要做核磁共振 做的时候不知道 产生了多少自由基 干脆就吃这个藻蓝益生菌 更快的 第二个AQUAMI里面含有 藻红素 藻红素就是 类似那个 红虾油 最近有人在卖那个虾红素 类似那个的功用 那它是一种天壤的 类如胡萝卜素 它红红的 它会抗氧化 清除自由基的功能 很大 而且它还有护眼的功能 可以穿透视网膜 保护视神经 所以有的人说他 医生说他可能有一点点 那个白内障了 开始要退化了 那你就赶快要吃这个 益生菌 除了要吃这个脑力剑以外 也要吃这个益生菌 因为它有护眼 这个里面的这个 深海红枣矿物精华 有护眼的功能 那再来它含有72种以上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然后我这里人体所需 大家要知道像有一些是重金属 那个微量元素的表里面有一些是重金属 它只是说 公司只是说有含那么多72种的微量元素 但是它会取我们需要的元素出来 像那个一 格 签 我们是不会拿那个出来的 那个我们就没有 而且为了要加会 我们那个甲状腺功能抗禁的会员 我们这个就是五点配方 把点也没放进去了 那点其实可以预防甲状腺 就大脖子 可以预防大脖子 那你想说那这样你们很不好 你们没有点 那我又没有甲状腺功能抗禁 那这个不好 各位其实点 你每天煮菜的时候都要放盐巴 那个含量很少 只要吸收很少 他所需要的量很少 你每天那个 三餐吃的都超过了 所以五点配方 其实是好事 因为甲状腺功能抗健的 病人医生都会跟他讲说 你只要有含点的东西 都不能乱吃 吃了以后 那个越来越严重 我的药又要调整 又要怎么样的 所以这个五点配方 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神奇的 一般的来讲 他不会把点拿出来 他就全部把你放进去 只要有矿物精华的那种保健品 他不会把点拿走的 因为点经常跟他铁 Cinamom都会黏在一起 你要分离出来 还要多一道手续 还要多费用 还要多成本 通常是不会的 所以我觉得公司真的很贴心 真的很棒 好 再来 最后一个 棗蓝蛋白 森塔有机棗蓝蛋白 这个是成分里面的最后一个 那这个根据科学的研究 棗蓝蛋白它具有刺激 红细胞就是红血球 它可以帮助红血球生成 那所以它类似红细胞生成素 这个就EPO 这个是红细胞生成素 所以这个有机棗蓝蛋白 它等于是红细胞生成素的意思 它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跟它有相同的功效 来帮助红血球 那刚刚讲过了 红血球可以 一个正常的红血球 可以带四个氧分子 那如果你生成很多的红血球 那不是不会缺氧吗 不会缺氧的话 是不是自有机比较不会产生 那不是很好吗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好的 那第二个健康功能 就是它可以补血 因为它既然产生红血球 它就不会贫血 它就补血 可以调整白血球 还有提高淋巴球的活性 然后可以增加体力 帮助促进血球增长 然后增进免疫功能 促进生长发育 而且可以抑制癌细胞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所以这个也有很高的医疗价值 已经有医生 也是在研究这一个 那个健康世界的报道里面 都有写说 他要用藻蓝蛋白 来做一个研究报告 来治疗血癌的病人 所以这个也有很高的 营养价值和医疗价值 深海的这个有机藻蓝蛋白 最后一个呢 我们的脚位剂 我要跟各位讲 所有的保健品或药品 大家要有一个概念 不管是哪一种保健品或药品 他都会加一点脚位剂 有的人说 我还记得有个伙伴 他说 我现在有糖尿病 你们拿那个 你们的东西都甜甜的 医生都叫我不能吃甜的 那上一家 他讲的是那个配犬 配犬就是百里乳醇 那个都很甜 然后都跟我讲说 可以降血糖 吃了以后也没有降 然后还被医生骂 说我吃那么多甜分 但是大家要知道 所有的药物 或保健食品 他都会加脚位剂 是让会员比较好入口 那即使是糖尿病的病人 我们也需要这个糖分 尤其是我们的脑细胞 跟我们的生殖细胞 像男性的精子 它是很需要糖分的 不能完全没有糖 那糖呢 要看它是什么样的糖 像我们的东西 就是有机菊花粉 然后有机的柠檬汁萃取 有机的石榴汁萃取 还有少量的有机麦芽糖萃取 有机的意思是连它种植的土壤 开始都有机 是凯利的产品是这样子 这样精细的做到连土壤 然后施肥的那个肥料 是不是有机的 然后它处理的过程 是不是用有机的机器去萃取的 它连这些都有认证 所以我们的这个认证就是 在这个下面有这几种 你看 那各位知道 我们经常就会看到 有一个像CGMP的这个认证 有没有 这个就是表示自己的工厂 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生产线 就会有CGMP的认证 那加上我们这些 这些就是说 你看它这个认证 自由贸易认证 然后清真认证 数时认证 完全数时 然后这个反兴奋剂认证 还有CGMP认证 还有美国制造 这个就是我们找来益生菌 它包含了这八种的东西 最后一个是脚位剂 的所有的内容 我把它分得比较细 给大家参考 好 再来 最后我们谈到多化免疫调节益生菌 这个是公司给的资料 那我们让大家知道一下好了 你看这个独家含有SOD的益生菌 帮助清除肠内的自由基 帮助瘦身减肥 皮肤光滑 所以我们 我们三传常常说 吃了以后皮肤会放光 有没有 那脸会越来越小 然后还有311种活性菌 那独特添加深海红枣矿物精华 这刚刚都讲过了 有人体的72种以上的矿物微量元素 还有维生素等 那口感就像爆米花一样有淡淡的香味 然后呢你如果不想要泡水的话 你可以泡在水里面咬一咬 像那个什么珍珠奶茶 那泡沫红茶那样咬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咀嚼以后吃 不用一个礼拜以后就可以全方位 快速的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那这个呢 这个包装呢 它每一条有3克 里面充弹的 做贴 做性的气体 就是那个氮气 那可以让它在休眠的状态 你只要一打开 吃到人体里面有体温的时候 它就会有水分的时候 它就会活化了 那平常的话 它都是休眠的 就不用像有一些 有一些卖这个 医生菌 他跟你讲说 你最好拿回家冰着 因为它的活性度可能不好 你放在室温 它可能就是活菌 活菌都死光了 那为什么我们的会员会 在一个礼拜吃了以后 膝盖可以站起来 这里也不痛 那里也感觉很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这个氮气 充填器 氮气的这个充填剂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活性的医生菌 比较优质 就是它活着的 这个活菌的量 比较多 然后它呢 就平常就是在休眠的状态 所以这个也是 公司很用心的 很高成本的这个一个技术 我是觉得 很棒的一个技术 那这个是我们外面的这边 你看它可以说 你牛奶或果汁 我说刚刚可以用咬的 这个果汁 那个泡沫红茶那种方式 那我们小朋友 大概四岁以上就可以吃了 四五岁就可以吃了 这一张呢 我要很推崇 这张是我们的钻石做的 我们的高钻石做的这个 我觉得我们如果要去跟 那个朋友讲的话 你就照这个讲就好了 你看它这个D3 K2 益生菌这个 然后认证 这张非常好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教授 我们的林教授 我们Cat教授 很仔细的做的这个东西 这个也是太好了 也不用像我讲的那么多项 我只是因为现在 是我们内训课程 所以我把它讲的比较细 那像这个 我们的人才辈出 做的非常好 我们的这个教授 你看它这个 它有300亿株 这个益生菌 红枣精粹 K2D3 四热枣 枣蓝蛋白 这个都非常好 我这个是说 要拿来跟各位讲一下 我很推崇这两张 我也是这样 跟我的朋友分享而已 那这个你看 这个我们教授 做了这个多棒的东西 不是保养品 胜过保养品 不是保健品 胜过保健品 刚有讲了 我们的枣蓝益生菌 里面的SOD 是欧洲人说的软黄金 你只要吃这个的话 就好像自己有化妆了 有上妆的意思 那也是一段时间 脸上就会放光了 不是药品 还胜过药品 还可以治疗那么多的病 而且它的流通性 和独特性 和差异性 都胜过所有的公司 那这个是 我们教授做的 非常好 所以我就说 这三张 我是很推崇 他们制作的 这么好的内容 跟各位 借这个上课的时间 跟我们伙伴讲一下 这个非常好 也感谢这个教授 好 以上是我今天晚上的分享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